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說說內地猛料 內地猛料是什麼呢? 香港昨天發生了一宗非常恐怖的空散案 在鑽石山 這件事件其實在內地都誠意 有很多網民、更加有很多媒體都報導 其實原來內地近期都很多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呢? 更加有人就立刻勾起 借鑽石山廣場 荷里活廣場的案件 想起在台灣鄭折的隨機殺人事件 這件事更加可以勾起大家很多的話題 我們稍後跟大家研究一下 另外也會跟大家跟進一下內地 有其他不同的猛料 有一位哈爾斌女子用了三千元切眼袋 後來就出事了 連眼睛都合不上了 另外就有記者採訪這個教師御匿的案件 竟然被警察為偶 這件事件上對官方的 情況是怎樣呢? 一會兒都可以看看 另外有鱷魚飛了下街 真是癡根的 在深圳有鱷魚飛了下街 有沒有聽過?沒有 一會兒告訴你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首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近日內地 其實近這個月 不是這個月 剛剛六月 上個月 或者近這兩個月 都好 都很多隨機殺人的案件 因為現在內地網民 可能大家都看完新聞 鎮石山荷里活廣場那件案件 看到最初 香港媒體一報導 就說到可能是有關係 後來警方出來說回整件事 又說不是啊 無論如何 這件事件引起大家爭論的問題 就是究竟 隨機殺人事件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其實在內地有很多單 有人就勾起來了 其實早一陣子 在四川 發生了一宗 真是又是 在街上拿著把刀亂砍人的事件 說到在五月中 當時在四川 發生了一宗 21歲 男子遲刀在街上行兇 導致八名路人被斬傷 其中一個耳朵都斬了下來 這個非常殘忍的手段 當然是喪心病狂 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 為什麼會無端端斬人 這個是隨機的 當時有目擊者說 男子經過一間肉店 趁賣肉 即是豬肉店 老闆不為意 就拿起了把他那把豬肉刀 然後就在那裡 嘩 亂摸 不斷 不斷 對著街上 不斷斬 不斷 當時又面對這個 在街上亂砍人的路人 都馬上走 現場一片混亂 有人在鑽石山荷里活案件發生 很多人都在那裡議論紛紛 就說 每個人都不過去 如果那些人肯過去 難他 就什麼什麼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如果 其實 反過來 好像這件事件 說到有一個路過的女子 就被人斬傷 在四川 而說到有一個 男人的耳朵都斬掉了 說到兇手是喪心病狂 連小孩都被波及 那 這樣 有人就說 哇 你這些隨機殺人的事件 其實是哪可以預得到呢 那 這件事件 其實在早前是轟動內地的 其實不是一宗 很多宗的事件都有 在福建 福建 也都出現了這個 持刀斬人的案件 其實都不是很遠古的 是說過兩個星期前的事 在福建省 鎮江市 也都發生了這些 持刀斬人的事件 就說到 有一個周身血的男人 跌跌撞撞 闖入了一間超市 在福建 鎮江市 德泰路 而美徐 是一個拿著空氣的男人 追殺這個男人 哇 握著把刀 不斷追著劈 最後 被斬的男士 因為失血過多 體力透支 最後都是被拿刀 那位兇手追上的 那 剛剛遇上 剛剛說到 正正 這位兇徒 打算 拿刀劈下去的時候 再刺下去 男人的身體的時候 那一瞬間 旁邊 剛剛有一位 大媽 很快速 內地有 防暴叉 在商場裡面 他有一些 被警察用的 防暴裝置 他立即 拿著防暴裝 插著兇手的腰 那 一撞 一聲 整個男人 就飛了 那在這個時候 一些路人 一些超市的員工 立即 用這個試探性 大家 看一看 他在地上 立即 就圍著這個 握著刀的男士 制服了他 但是 這件事 一開始就在網上說 婚愛情 那 更加有人就覺得 很恐怖 無端端拿著刀出來 這些事件 勾起了很多網民 就說 真的這麼多 其實 為什麼會出現了這麼多這些案件 是不是真的 近日 或者 華人 有什麼事起上來 都不是野小 喜歡 就會拿刀 拿這些工具出來 砍人 有人 感覺上 其實這些事件 在內地好像特別多 對 你要說 隨機砍人的事件 其實 不要說內地 你好像美國 那樣 周圍都槍擊案 是不是 無差別攻擊的都有 可能 走過看不順 突然拔槍出來 都有 還有 近日 更加出現了 在江蘇 有一對母子 被人捅死 就 捅死 那 究竟是什麼事呢 這件事件 關於錢人的事 就是在 早兩天 那 在江蘇 南通市 通州區 川港鎮 在晚上八點幾 發生一宗命案 兩個人 慘死 也是同樣地 在 今個月 上午 早兩天 當地居民透露 被害人是一對母子 小孩 二十五六歲 根據 閉路電視畫面 看得到 三十號晚 即五月三十號晚 八點鐘 左右 一個白衣男子 又是白衣男子 鑽石山荷里活 廣場那個 又是白衣男子 說到 被人襲擊 反過來 白衣男子 被人襲擊 那個 鑽石山荷里活 就是襲擊人 後來 嫌疑人 衝到房間 直至嫌疑人 離開現場 只有一分鐘過程 根據內地傳媒報道 有網民 發出 慘案閉路電視畫面 見到 事發地點 位於路邊 一層平房的地方 一個穿著 霸式T恤的男子 走出平房門口 打算在那裡吸口煙 結果 有一個黑色外套的男子 快步走過來 馬上衝過來 拿到 狂桶 這條片我都看過了 我真的見過 我簡直是 看完這條片 我現在講這件案件的條片 再想一想 和鑽石山 我相信鑽石山的事發過程 我相信也很多人見過 現在也很多人呼籲 不要再轉化了 但是 我馬上在腦海中比較 真的差不多 因為事發的時候 這件案件 就是黑色外套的兇手 走到身邊 然後馬上拿到狂桶 然後割頸 嘩 真是嚴重 又是 說到受害人 當場 就立即 一命烏夫 而說到這件事件 那位行兇者 在門外 已經做過了一個 然後再走進去 就殺了另一個人 這件事件 當地有網民爆料 被害人是一雙帽子 這位行兇者 就懷疑 因為薪金 就是人工問題 就懷疑了兩個人 很多網友就評論 做什麼事都不可以這麼衝動 那這件事件 有人就覺得有目的 有人就勾起 沒有目的 就是隨機殺人 近年最轟動的 就是相信在台灣 鄭哲這件無差別殺人事件 導致到28個人死亡 當時 如果大家不記得 我們可以想起 這件案件 原來差不多 有十年了 當時鄭哲這件案件 在14年5月21日下午 4點21分 在台北的捷運 好像平時那樣行駛 當大家 叫做上上落落的 乘客離開個站的時候 列車在行駛期間 突然之間 尖叫聲四起 一名年輕男子 拿著把長刀 在車廂裡的乘客 亂劈 說到這一位 殺紅了眼的男子 不理周邊的人 拿著把傘對抗和走避 總之就是見人就斬的情況下 導致到四人死亡 24人分別受到輕傷 或者重大的刑事 重大的刑事案件 這件事件當時 就非常之震撼 是不是 嘩 不斷斷 這件事件 在台灣 叫做捷運無差別殺人事件 而兇 就是21歲大學生 鄭哲 他拿著把水果刀 和一把捷刀 就上了去捷運 在龍山寺站 車庫去到龍山寺 去到江子翠站 期間 他就立刻在裡面 就在那裡殺人 造成28人死傷的慘劇 更加說到 列車去了江子翠站之後 他下了月台 尋找其他目標 最後就被建議勇為的民眾 就制服了 這件事件 有人覺得 反社會人格 是不是 還是精神病 現在香港這一宗 荷里活廣場 案件 殺人案件 最初的 原先的 報道 和現在 昨晚 警方再更新 大家的 精神 有問題 和 受害人士 不認識 這些 隨機殺人案件 無論 兩岸三地 都有很多 這些事件 發生過 內地 有人說 內地特別多 其實我剛才這麼說 其實就不關 內不內地的事 或者 這個地方 是不是人多事 頑固全世界都有 人 是不是真的 已經 變了質 還是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 究竟 有多少 有問題 或者 精神失常的人 或者所謂的 反社會人格 好像鄭折這件事件 有人覺得是 反社會人格的 的 表表者 竟然可以 這麼瘋 在列車 其實 有預謀 其實有人說 你可以跟 荷里活那個案件 剛剛發生 香港這件案件 去比較一下 鄭折 竟然 他是 預謀 有人說是預謀 他在 最長一個站 就是A站 去B站 最長距離的位置 上面動手 他不是選擇一個 可能 兩個站的距離很近的 他這個時候 為什麼 下不了車 大家 這個站 夠長 夠時間 讓他下手 而荷里活那件事件 有消息指出 他是 在二樓 買了 突然買一把刀 走上三樓 見人就對 那隻 你想想 全部都是很突發性 突發性 得來 你是沒辦法去估計 有人 一開始還在說 荷里活那件事件 說 哇 香港 哪有可能 大堂大擺 拿著把刀出街 都沒有人知道 後來就知道 原來他是 買完 立刻做事 立刻殺人 等同內地之前 我剛才說過 四川那件事 街邊剛剛有個豬肉檔 就立刻拿著把豬肉刀 搶了把豬肉刀 就在那裡亂舞 在那裡砍人 所以有時候 有人想 如果 如果 可以制止到他 什麼什麼 哪有這麼多 如果 這個世界 如果有如果 就沒有奔波 一天 如果我是李嘉誠 什麼什麼 所以 現在 這件事件 和 早期 剛剛 蔡天鋒的案件 現在很多內地的網民 都覺得 香港最近搞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這些事件 其實 你說好像很多 一單都嫌多 其實世界各地也很多 究竟人 是不是真的變了種 或者變了質 是不是受到疫情之後的困擾 壓力大 人類 本身的性格 是不是有些已經改變了 每次都掃出於暴力 甚至乎 精神上面 人的精神 開始崩潰 出現了越來越多 古靈精怪的行為 這件事 真的有待 專家 再做一個深入研究 我覺得 這個是要全球化 不是說 只是某個地區 或者某個國家 是要全球一起去研究一下 究竟 這些越來越多 無差別的襲擊 行兇者是沒有原因 甚至乎 所謂的 反社會人格的人 等等 這些事件 更可怕 什麼 可怕病毒 可怕戰爭 你是防不勝防 這些事件 所以現在引起 在內地 這件事都成為熱手 說完這些事件之後 也跟大家跟進一下 其他新聞 有一件事件 挺癡癡的 在深圳 屋院 有一條鱷魚飛了下樓 哇 真是恐怖 為何會無端端天降巨鱷 的呢 鱷魚 屋院 你想想 如果你來香港住住 你那棟大廈 突然有一條鱷魚 在你房間的窗盒 看著鱷魚飛到街 你以為為何會丟到公仔 真是鱷魚 在哪裡呢 在深圳南山區 一個屋院 發生一宗 我心想 覺得是罕見 真是絕無僅有 一條 成米牆的鱷魚 突然從天而降 有人想 是不是那些鷹 擔了它 鷹 鷹 也要幾大隻鷹才行 就說 跌落了一間美容院的門口 就說 最終死亡 好像又說 沒有死 不知道有沒有死 但是事件中 雖然沒有人受傷 但是我相信 嚇到街坊 真的走不走 據了解 為什麼有一條鱷魚出來 原來 是由大廈的住戶致養的 因為那天 家裡沒有人 而發生墮樓意外 有人就說 不可以放在小孩子的家 因為一陣子 小孩子亂爬 飛到街上很危險 想不到 連鱷魚也會到處爬 鱷魚如何爬到 鱷魚 真的奇怪 我真的猜不到 這件事 真的不知道 但是 這樣說 如果隔壁論社 突然聽到 有條鱷魚 你養鱷魚 它走掉了 衝出走廊 都幾危險 所以 都幾嚇人 這些事件 另外 也會和大家看看 關於 近期 有一件事件 在貴州 有記者去採訪 一件教師御匿的事件 竟然被不明來歷的人士嘔打 打爛了記者手機和眼鏡 這件事件引起官方出來調查 因為 懷疑打人者是一個派出所 一名副所長和兩名副警 警察打記者 搞到 原公安局現在出手 拘捕了上十三個人 作出免職和解約的處分 更加 原委提名 免去 一個鎮長 一位鎮長的職務 這件事件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真是不清楚 難別人的記者 這些都是內地的媒體記者 為什麼要打別人呢 真是要調查一下 另外 講一下 香港 剛剛近期有一件事件 就說有位 內地 不是內地 香港婦人 四十幾歲 上了深圳做這個美容手術 打算留著她老公 誰知出了事故 情況很危臺 但是哈爾濱有個女孩子 用了三千元 打算搞一搞眼袋 又出事 做完手術之後 眼睛都合不上 嚴重了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根據內地媒體報導 哈爾濱李女士 三個月前 花了三千元人民幣 進行這個切腸眼袋手術 又懷疑手術出現了這個失誤 導致她眼皮到現在都沒有辦法 嚇死了 睡覺的時候就乾殘殘 說到她很不舒服 做完這三個手術三個月後都沒有辦法恢復 她說感覺到很不舒服 更加有時候想像眼睛滑出來 這麼嚴重 真是不知道 有很多網民都說 真是貪美是很明白的 但是 有內地網民都說 內地有很多醫學美容 都很多不正規的 他們為了錢 什麼都會幫你做 但是 很老實 不要在自己五官上面 就被一些不不明人士動刀 如果不是 就真的沒得蚊子 也是 對的 另外 亦都給大家看一下 在浙江省 有一位姓陳的男士 19年 遇到一位姓羅的未成年女士 這位姓陳的男士 期間用改裝槍威脅 強迫她 說要跟她搞事 但是別人不讓 於是 對著對方 頭部開槍 導致這位女士死亡 近日 一審被判故意殺人罪 以及非法持有槍下罪成 被判死刑 那 她 打算上訴 但是 內地傳媒說 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 近日駁回上訴 當然了 這麼離譜 好 衰強姦 還要殺人 當然沒得上訴 打靶 好 另外 亦都給大家看看 香格里拉 對話 什麼事 說說在新加坡 中美之間的關係 近期 因為說到兩國防長 國防長 打算說 聊天 尤其是美國方面 打算破兵 中國那邊就說 不聊 沒辦法談 藉著近期 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 對話會 今揭幕 在一個歡迎晚宴 看到中國國防長 李尚福 和美國國防長 奧斯丁 在會場裡握手 更加安排同一張桌子 坐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 說兩人握手 進行短暫的交談 可能說個嗨 說個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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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給人的感覺上 好像 是不是真的有機會 可以 亂回 融說 不要這麼結兵 中美之間的關係 但是有人就分析 你找中方 李尚福 李尚福 我們的國防長 去援面 聊天 你不要忘記 我們的國防長李尚福 正在被你們制裁 會不會 你解除了你們的制裁禁令 才可以聊天 如果不是一會兒 感覺上 過到來 我踏入你們明國境的時候 被你抓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事 裝彈弓 這件事 當然 大家都想看看這個世界 是和平一點 和諧一點 最好有辦法談 另外 亦都和大家看一則新聞 就是關於 在湖南 就說 有位老虎 懷疑被城管推倒之後 身亡 這件事件 就引起 網民露光在網上 在昨天 湖南 有城管執法過程當中 就懷疑 和一名路邊攤賣雞蛋的老虎 發生衝突 最後導致這位婦人身亡 引起民憤 有網民表示 應該要嚴懲兇手 當局宣傳部 就否認 這個網傳影片 就說 就說 不關他們的事 更加表示 就說 我們創一個文明城市 都是文明執法 這樣說的 那究竟 是不是真的和城管發生衝突 導致老虎被城管推倒之後 然後就離世 這件事件 大家就不停在熱議 根據內地媒體 新黃河 向當地政府和城管局求證 當地宣傳部回應 就說 不關事 不是 他表示 這位老人家好像有點心機梗塞 旁邊有人突發生心臟病 所以就說 不要誤信謠言 但是 有網民就說 是否用武力衝突 導致這位老人家心臟病 有很多人都質疑 城管亂來 不是很相信城管說的 這件事 看看會不會發酵到 再上一級 再調查一下 另外 也要和大家看看一宗 聚酒駕駛事件 發酒瘋 這位大哥 在浙江紹興 有位男士華爾發酒瘋 他就懷疑 這樣被警方帶走調查 但是 期間他竟然極力反抗 更加大聲叫囂 我老爸是人大代表 我老母是政協委員 你究竟動我嗎 引起 港大網民的關注 你老爸人大代表 你媽媽政協委員 很多網民就剝花生 看看究竟是否真數還是假牙 因為被人拍過片 看到這位男子上警車的時候 說到 你們這些員委 算什麼東西 我要通知市委 這樣 很厲害 很大的官位 引起很多民眾為官 說到除了大叫之外 更加推警員 最後最少被四個警員 按到馬路邊 好了 根據他這麼大聲說話之後 有網民就說 第一件事 說你老爸是誰 都不可以這樣 你犯了法 就說了 再喝兩瓶 那個少兄就是你的 這樣 對於這件事 當地警方就查證了 究竟 他老爸是否人大代表 他媽媽是否政協委員 發現 吹水 他老爸原來就是做 freelancer 退休了 他媽媽就是一位企業的務工 不是什麼人大代表 不是什麼政協委員 那就是無聊 無聊 有了無聊 犯了法都要抓 當然 他真是大大聲 喝大兩杯屎水 亂來 害了你老爸你老母 一分鐘 不要搞亂搞事 好了 更加會跟大家說一下 有一位十五歲年輕人 為了看 那些美女直播主 那些J圖 竟然 十天裏面 洗掉他 殘疾媽媽所有積蓄 這些敗家仔 在河南 這位十五歲年輕人 為了看美女直播 更加這位美女直播 不知道是不是 跟他隱約 有些J圖 銷售給你 就說了 我有些半裸的福利照 哇 立刻就瘋狂打賞 就十天裏面 洗掉他媽媽 銀行卡裏面的 六萬元人民幣 真是離譜 那 因為這位直播主 女直播主 承諾 和少年承諾 就說 只要你滿足到我這個打賞任務 我就更加多福利 更加動作 解鎖更加多動作 給你看 唉 小朋友 不要這樣 你老母的錢 很可憐 這件事 就在警方協助下 最後 就向這個直播平台拿錢 因為根據內地法律規定 其實未成年人士是不能夠參與這個網絡直播打賞的 這件事 就懷疑 連平台都違規 會不會呢 那就不知道了 好 那今集先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其他東西 拜拜